王浩的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对我的冲击非常的大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孩子的遗体是长这样子的 我的不放弃也影响了很多人 那大家都愿意在看到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 愿意伸出援手 愿意鸡婆一点 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相对的我是在帮助当时的自己 太无助 大概在王浩事件发生大概八个月左右 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帮助这些受虐的孩子 因为王浩所以我们去了解到很多孩子 其实都是受虐死亡的 两个手 双手护耳 手就变成头发 在这九年的过程里面 我认识了非常多的人 有的时候是用这句话告诉他说 我们是因为公益相遇的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会更有一个好的联系 从案件一开始 譬如说可能初步相验 那陪伴解剖相验之后 有需要遗体修复的我们就修复 后续我还会陪伴他们法院开庭 108年的12月立法院三读过了法庭的人别确认 我在实务现场实际看见许多问题的一再一再的发生 对家属的伤害 对被害人的不友善 我再去提出我的意见 综合这些意见之后 也许多人感受到了 确实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一个小小的家庭主妇 都能够改变我们的司法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能够办得到 只要有心 遗体通常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它可怕 可是其实事实上遗体是可怜不是可怕 当我们去协助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得到一点点这种就是支持 然后让他们得以稳定下来 不会彷徨无助 甚至就是有死亡案 就是我们协助之后 父母又把孩子生回来 很多人在帮助我 不管是在殡葬的领域 在任何的县市 只要我需要志工 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 大家更多人能够一起来 就是同理家属当时的困境 然后一起来抚慰他们 他比较像妈妈 他都会教我们 你除了对待家属之外 你对待遗体要更有耐心 你不可以因为他是躺着不能动的 你就随随便便 我觉得他都比我勇敢 有时候我面对遗体比较有缺损的部分 我心里都还会有恐惧 结果他是没用 他一直教导我们 就是要有一个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一个有温度的连结 虽然他现在遗体是冰冷 可是我们要赋予他温度 其实我的小孩几年前 也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宗教 那时候是咕咕第一时间打电话 跟我联络安慰我 那其实这几年当中 我都一直在默默的协助家属 那现在呢 我是在协会里面 专门协助这些 拖婴中心或是幼儿园 额阅事件的家长 我自己的观察是 他真的很知道说 个案这时候可能有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我坦白说 一般就是学法院的人 他不会去理解的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从姑姑身上 真的有学到很多 大家都说我是全台湾孩子的姑姑 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孩子 姑姑就会出现 一看到你来我心就安 这是我这几年最常听到家属说的话 我是王维军 儿童权益不该因为渺小而被忽视 捍卫而同权益 我义无反顾 善的传递 无所畏惧 失去不可怕 好了 好了吗 可怕的是 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失去 你好棒 不是 你 对 起来 美好的未来 美孔自愿自爱 把我现在活得精彩 我是卑微的存在 也许人生像黑白 我的思绪如海 心灵确实自由自在 人生不该就此留白 要活出自我方才 人生不难重来别 自愿自爱 心灵确实自由自爱 这段旅程很简单 很多 但感谢有你待望 给我了理由 继续向前走 我要活得很精彩 最实的把我现在 每天都仰望未来 奋斗只要我还在 学着如何更精彩 最实的把我现在 每天都仰望未来 不放弃只要我还在 不放弃只要我还在 天心 天生 天生 可以吗 我可以 我是卑微的存在 也许人生只像黑白 我的思绪如海 心灵全是自由自在 人生不该就此留待 要活出自我风采 人生不能重来变 自愿自爱 这段旅程很简单 但感谢有你陪我 给我了理由继续向前走 我要活得很精彩 随时都把握现在 每天都要望未来 奋斗只要我还在 学生如何更精彩 随时都把握现在 每天都要望未来 不放棄时要我还在 我还在心里 不要緊張 我看 看我 看媽媽 看我 眼睛 媽媽 媽媽在這裡 再怎麼難 我們也努力過了 我只想證明 我真的存在 今天 我在等待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他很有夢想 也有很勇敢的世界 我希望 他回來現場聽我唱歌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要活得很精彩 隨時都把我現在 每天都要望未來 奮鬥只要我還在 學生如何更精彩 隨時都把我現在還 每天都要望未來 無法繼續要我還在 無法 失去 不可怕 每天自然 都念我的 我要活得很精彩 我要活得很精彩 隨時都把我現在 每天都要望未來 奮鬥只要我還在 學生如何更精彩 隨時都把我現在還 每天都要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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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繼續要我還在 這給你 因為有你們的陪伴 讓我感覺真實的存在 只要我還在 只要我還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